丢老六 诶 小脚步慢慢的走 听到了车身 正好错过 哪吒觉得有可能在六山摸上摸人了 不是啊 三倍已经看不到 你看到没有 他mini是三倍 看得到啊 他还在看远处的视野 这捐在了半山腰 这虚晃一枪啊 Clip 他的三倍也真看不清楚 有了一个互导的信息和CES 又是CES 老中医是倒在反坡的 然后匆匆这个点 然后今年打个一打一 人马上就要来了 来了之后匆匆的位置就比较被动了 天落了个边对吧 那我海岸线转移起了效率速度 这边车关了一起 车速停了下 送江把人给放倒了 今天DGP DGP全员在线啊 是 EIQ目前就是全员不在线 这个两场还没有拿到 海岸线的优势了 海岸线的优势了 要看后续圈行 就天落这个局 好在不被堵了吧 对 其实他是有一个 先看另外一边 鸭哥 目前淘汰往第一的 选择 主要这种圈行不好绕 而且很多时候打这种圈行会 明明就觉得会往矿山里面刷 是的 目前矿山里都非常多 变得希望 好 BGP直接来了 Pew在后面摸 正面队友在勾引 又是这种小套路 Pew要下山了 没看到 CZ 镜头转的太快了 侧身要出来了 DG98先秒一个 嗯 Barry和MC对象 这不是Barry拿下了胜利 Pew已经摸到近点了 被锁在了仓内 DG98老将站起来了 直接给黄山里扔了一个雷 就在脚边 盖了也盖了脚 直接就放倒了 BGP的优势越来越大 大仓两个人被锁在里面 这雷盖了帽了 Pew还有雷 先补 然后再补你道具 这颗雷扔的真不错 是 但是白眼很快 直接是闪身躲过了 手雷再踩到了火 嗯 要倒了 Tiko先放倒了Tame 另外一边 Pew正在过车 距离有点远 距离有点远 之前牛哥也扎过这个坑 嗯 牛哥 一波扎点在这个坑 拿下了非常好的成绩 可扎 另外一边Pew又是一颗燃烧瓶 把Srimzy给烧倒了 对 没有问题 虽然倒地两名队员 但是可以拉起来 大仓里的话是由 对方要协同扔雷 再给一颗就在脚边 这个脸好像有机会 炸弹 明目直接从侧翼拉出 被人抓了timing 先打了一个 周皮炎 血量爆残 男的手楼放倒了 Hasaki 嗯 周皮炎残血也放倒一个 再打一个 Solo老珠依也倒 有机会了 还剩Tiko 可以压了嘛 周皮炎 周皮炎那位已经到位了 周皮炎已经到位了 Tiko和周皮炎再跳 周皮炎胜利 漂亮打过了 这个圈 赶着走啊 每一个都是极限的 每一个圈都是贴边切 基本上 对吧 过来借一下换身 拉人了 天鹿过来清人 没办法 天鹿必须要把屁股清干净 他这步竞选 已经是不在一个Rose的位置了 对 他为了快速的让自己 打不到NHP这个点的 进点火力 还是要看够不够足 先打过点 匆匆这边先放倒了一个 直接拿头之物去排 角度锁定 就有一个石头掩体 其实非常的 确定位置 蓝圈来了 把人逼了出来 最后 分数也是拿下了 北边KTF三方被刷出去后 山上的队伍左右两边夹起来 KTF撞死了 只剩下Lash一个 左后台还出问题了 车速也提不起来 一波死亡冲锋 冲哪里 好像有点无路可去啊 这两侧枪线 QAM跟WC 方向不好控制 对 他落哪都会被排啊 角度好 对 附近的枪线 限制太严重了 宋江不换子弹 继续往前提 另外一边 天路也遭受了巨大的压力 QB拉手打了通通 但今年EIQ只剩最后一个了 又打了一个 哦 这个火 对 对 骚到了 Pero来圈了 对 对 是的 所以 先把分数给拿下 燕里收最后一个 在穿烟了 Face Degree 想拉过来卡一下位置 他们想把Pero 在这个 山脉的附近卡住 让它里面混着 侧面的黄之龙已经发现 淘汰完以后 下一波就是 如何应对Face 是的 现在矿山里的战斗是内 对 所以说应该没那么好推 先回到矿山里的情况 先打了一个过点 Nordia倒定 然后柯南也倒定 直接倒两个 既然是防守 问题不大 一瞬之间 而另外一次是BGP和WC 打一个过点 被抓住了timing 撞下来了 撞下来了 这侧身位已经买好了呀 GREG SHOT GG 他所以只有一颗火 弹出来之后 没有问题 宋江顶住了 他还有时间拿人 真的是每把 都有人在顶屏 这个BGP 是的 KYX是BRU GX 以及QM的一个混战 这一把手雷 旁边炸来的先翻了QM 很快的速度 将GX给清理干净 影响到 只能从正面直接突进 这个任务非常艰难 很难很难 哇 smash 这波防守打得很快 那矿山 找机会 而且这个check in的信息 Pair好像是不知道的 他是在矿山里混战出来的 另外一次小偷一滴 躲了一下闪 smash脚步听得一清二楚 smash吃闪了 两个人的协同 没有问题 直接腰射 拿下smash人头 T1 获得了矿山的胜利 成为了矿主 矿主 打这个拳 这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六 他已经把背包去掉了 马云龙 打倒的是T1的 在炮了位置的 他好像有意识在排点 哦 但是check in 没有中枪吧 完了不知道 这个正是被毒狼埋了一手 那 Pair同时掉头 没有想到屁股后面埋了一个 真的是个隐患 哎呀 他感觉这波 可能能抓一个时机 check in 直接吃了一发这个空爆雷 解决的速度够快 那飞子有可能会退 对直接就收回去了 会被BGP那边还是会影响到一些的 BGP想要先放你进去 等你的烟散再说 原点已经在开始抽Pair过点了 费子已经列阵了 黄一鸣先被补掉 走位空间很小 走位空间 应该是不太能进来了 对 小铃铛也被抽 T1也是同样的解决 这个圈就是大概就是 费子和BGP的这种圈圈 会同时划分掉 T1和Pair的分数 这两队 好前三 好消息啊 多拿了一分排名 BGP的过点 BGP又是这种情况 要开车拉位置的吗 车已经准备好了 起无言封好 要准备提前拉点了 又是送江 又是DG98的架枪 哇 马哥 就已经过去了 这一分甚至是DG98哪儿 DG雷的手交 马云龙 他改变战局了 骨子塔夫倒地了 这剩两个 马云龙的网语 马云龙的网语是这颗雷 3打2又给到BGP的机会 马云龙和Piu 无尽的缘分 在这一刻再次展现 加枪的倒了2打2 我才火了 完了这波出事儿了 还好腰蛋 拉起来一个 全CV都在买面 对着补枪的人巨多 啊 这波风险很高 回报也很高 但可惜 这个特身 没雷了 没雷 很尴尬 Piu这个地方靠智商玩 也没什么机会啊 失去的拿回来了 被子就决